所以是要加陳健兵老師是不是 陳老師就好啦 陳老師 可以 或者是你想加皇上也可以 如果移進去我們就賴著不走 你覺得他會怎樣 他不會怎麼樣因為他很能聊 真的假的 那萬一想走他還猛聊怎麼辦 不會啦 他也是很有偵測的 他就很正常的 跟我們一樣 不像我老公那麼不正常 你老公又怎樣嗎 我剛剛這次還 他就是賴著不走 要不然就是那個啊 一直講個不停啊 你說跟別人聊天啊 就是你也知道他的習性就是 說不吃不吃不吃 其實很想吃 然後他要承給我說 我老公我不想吃 他就說你吃一點吃一點吃一點 就一直要這樣來來回回 你知道嗎 然後都沒吵架嗎 按一下門門 陳老師 有人按門簾 有人按門簾 可以進來嗎 進來吧 進來吧 你好 陳老師 皇上吉祥 皇上吉祥 萬歲萬歲萬萬歲 皇上 趕快說平身 不然就坐在那裡 我就忘了那套科了 快進來吧 快進來吧 這是我妹的 陳老師 我超級崇拜你的 我第一次見到也是這麼說 因為現在台灣還在放我 也還在看 快進來吧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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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清姐 你現在是懷孕幾個月 你看 大概八個月了吧 對 好準 因為大小差不多了 可是你看到我多瘦 我去洗一點水果 我去弄 不用了 我曾在這些想要來看 真的 你坐著 我曾在這些想要來 然後跟皇上落個坑 我去拿 我去拿 快坐 那你們今天就去六路灣 然後有煮飯嗎 對 我們中午做了點飯 然後剛吃完 你們沒有做飯 我們早上就吃個炒蛋 然後剛剛中午 小艾他們又送了一大碗烏骨雞湯 那晚上怎麼到 晚上沒什麼安排 沒有 那晚上我們要不要唱歌 唱歌 到那兒 你會唱歌嗎 我會唱 我會唱好多這個台灣的這個歌手的歌 男人不該讓女人流淚 不是 江玉恒的 齊琴的 羅大佑的 李宗盛的 這不都是台灣的嗎 這我都會 戀曲1990 對 那些我都會 五六六的什麼東西 黑眼珠 還會有什麼東西 所以陳老師你跟晴晴姐結婚幾年了 06年結婚的 12年嗎 我也是12年 你也06年結婚的 反正我們就是12年 可是幾年結婚我忘了 我們都是記什麼幾年這些的 哪一年 是 我老公每次都問我怎麼樣 家裡發生了什麼大事故 他說那是幾年的時候 因為他可能是想問你哪年哪年 他就知道那個時候同時他在哪裡 他在幹嘛 有一次就真的對眾了 有一次我跟我妹和范曉娟 我們三個人去那個 第一次去法國巴黎玩 然後他就說那是零幾年的時候啊 我說我真的不記得 我說我只記得那時候是十月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去那邊過我的生日 所以那時候是十月 然後他就一直推算 一直推算 他也在巴黎 對我也在巴黎 對你看你說 我就琢磨琢磨我在哪兒了那會兒 所以後來得知說 我當時也在巴黎 然後咧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們去巴黎 我一直去了香蟹大道 然後那一天還正好 禮拜天全部都沒有開 對 然後我老公就在那裡想想說 我那一天正好也在香蟹大道 找來這個 然後我就說 哪有可能呢 真的 一到周日我就去那兒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巴黎所有的店都關門 就像那些大道那幾家店開著 陳老師 方晴晴 他怎麼能夠大的肚子還這麼忙 沒事 親愛的 你不要動刀好不好 拜託 我沒有動 太多了 麻煩你了 我可以 我來斷一個 我來斷一個 你真的很了不起 你真的是很 老實又好 人又有活力 所以你們結婚十二年還有化療嗎 有 還可以吧 我覺得 因為我們不是都是演員嗎 然後我們會有共同的這個工作呀什麼的 那些事情會持續不在 因為總的總是有新的電影 新的什麼東西那些東西 那你們會互相幫忙對詞嗎 沒有 從來沒有過 在這兒買的水果不是很好啊 跟台灣比 跟台灣比 咱們這是原生態 那你坐這兒吧 對 你坐這兒吧 我剛才在跟陳老師聊 我說你們倆如果接星系會互相幫忙對本嗎 他說絕對不會 為什麼不對本呢 一般人都在現場會對啊 私底下會對啊 我老公會幫我對 還要叫對詞 然後他一開始還害羞 然後我說你不要把你的情緒放在裡面 你就是把上面的字念出來 他還是真的放感情 對他真的放感情 完全避重救世面 因為他最近在考慮要當演員 所以他一直很介意 對 我看了那個電影了 痴痴的愛 對 我看了那個電影 然後 沒 就沒有後續 沒有後續 然後 然後呢 什麼 不要再追問了 因為都已經 不是如果不好的話 我就改進啊 沒有 我沒有說不好 我說那個電影 它是一個特別有風格的電影 對 對吧 就是那個 因為在那種電影裡邊 這個演員的表演 其實都難度非常大 其實要是單獨的 就比如說你跟金世佳的那些戲 你們倆在家裡啊 什麼的 那些戲都特別好判斷 對 但是演員在這裡邊的表演 最重要的是 有一個鏡子在告訴你演得好還是不好 那個鏡子就是導演 就導演會告訴你說 你這個地方是不是演得好還是不好 如果呈現出來的說 好 跟導演有關係 不好也跟導演有關係 所以我覺得 蔡康勇他是導演的嗎 我覺得他在導這個電影的時候 我覺得他是一非常 睿智的人 也很有學識 但是在這個電影裡 他什麼都想要 那他給了自己這麼難的題目 他還要好看 還要有點什麼東西 結果呢 所有的東西加起來之後 就產生了香客 那個香客就是這個電影的這個水平就沒有 你有像他想明那麼好 我覺得是 然後我還特拍看什麼呢 這種少女片 少女片 什麼片 這種少女一點的 什麼愛情片 文藝片 什麼少女片 文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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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情文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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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這樣看的 我會這樣看的 然後你也安靜是什麼意思 他就說還是回去當主持吧 我說你們這件事很沒禮貌 懂得我說話的藝術 我看了 我都有跟你分析很清楚 他們就是都安靜 沒有 還好剛剛那個陳老師講了一起話 讓我心寬了不少 你的餐廳我也吃了 不要互相關心 他們兩個都很幼稚 你看 他儘量去 他儘量去 很幼稚 沒有他儘量去 偷去 我都上頭 他們倆非常愛鬥子 鬥一鬥 兩個人都差點要打起來 好 為什麼你們家沒有 沒有那個大大小小的飛蟲啊 我們也有啊 可是好安靜喔 我們家就是 就這樣飛來飛去 可是你有怕蟑螂嗎 因為他非常怕 所以他不准 我們講這兩個字 他把它改名為 時尚 因為台灣非常多時尚 我把它改名叫時尚 是因為我太怕那兩個字了 所以我就想說 給他取一個 我最不怕的東西 我就給他取名叫 時尚小精靈 然後我說這樣子的話 應該我看到他 就會覺得他是 時尚小精靈 結果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結果反而現在聽到 時尚還很害怕 還說時尚之後 還說時尚之後 我不行 我不行 你知道嗎 連下風 那你還有在導戲嗎 我導馬上八月份 我的第二部電影就要開拍了 嗯 那要先跟我談時間嗎 但是我裏邊的演員都現在都那個 還沒定 都差不多都定了 一個女的吧 就是你的年齡就不合適 太大了是不是 我覺得我們也聊得差不多了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就是說以後 你是說我年紀太大 沒辦法演那個角色 不是不是 是那個角色 是那個角色太大 我演不了是不是 是 我化老妝就好了 在甄嬛傳拍二的時候 來好不好 你演那個甄嬛的二 好 皇上都死了 復活呀 是科幻滿的 那晚點看看 我叫點東西咱們 他說他晚上要弄燒烤 你不覺得燒烤會有 生產會有味道嗎 那要不然就明天 或者後天 咱們明後天 人家就是已經在軟性拒絕你 是聽不出來 軟性拒絕 打擾了 沒有 希望你生產順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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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狀態越來越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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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越來越痛的趨勢嗎 他現在就是嗯嗯嗯的痛了 不過你真挺猛的 他就是來搶我風頭的 不過我今天晚上一定要抓馬蜂 那我不會 然後整個變豬頭 然後還死不去醫院 這就是那牛蜂 黑的 折裂以後那牛就不行了 在哪裡啊 那花裡 哦 對 這是那大的那種 他的脖子還有毛 其實我現在手指還是隱隱作痛 不要嚇唬他